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在前一天 是直接控告民進黨的發言人吳徵之後 在今天上午是再度來到民眾黨團開會 不過在日前國會龍頭之爭 民眾黨的立委陳昭茲是投下了無效票 而就在今天上午民眾黨的這個中平會 也正式開會來決定陳述 來聽一下稍少柯文哲的說法 中平會可能會對陳昭茲是一樣的指示 中平會是獨立單位 怎麼會有指示的話 不過日前在無效票事件 民進黨團的總召柯建民直接是解讀 陳昭茲是因為投不下黃珊珊才會投出無效票 也讓陳昭茲昨天在立委員的這個黨團協商 是大怒直接和柯建民是爆發口角衝突 而陳昭茲在今天也做出罪行回應 看到這個柯總召我跟他說 你事後的猜測你對媒體說 我因為蓋不下去而跑票 沒有一句話是真實 而且每一個點都是重傷人心 重傷我的這個就 這不是一個事實 我既沒有蓋不下去 我是心甘取悅的蓋下那個印章 而且我也是就是說 絕對沒有所謂的作票 那我要告訴各位媒體朋友 我的人生沒有作假這件事情 我的人生祭典只有誠實以對 好 鍾明茲呢也在今天上午呢 在九點多就會開會來做出對陳昭茲的最後陳述 對陳昭茲的確是